那接下來講到美食 大家都食指大動 不過最近這個官司真的很有趣 但其實是一個老官司 可是最近被司法院分享 原來是有一個在台南的管理員的阿伯 他因為在下班 他是上夜班 下班的時候 他繞路繞回家的十分鐘的路程 去買了一個閒粥吃早餐 結果不幸發生了車禍 後來想要來申請理賠 因為你在下班回家 其實也是公安的事件 也可以申請理賠 但是當時其實判決下來 本來是說 這勞保局說 你這個是繞路去買早餐 所以不算是回家的路 但是法院判什麼 法院說 其實因為下班回家的時候 你如果繞路去 這是人之常情 而且在台南 你去吃個閒粥 這是人之常情 日常的習慣 每天的小確幸 結果這個官司就這樣子成功了 而且法官還特別講說 不要用外地人 或是用北部的眼光去看台南人 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被司法院現在拿出來分享 結果歪樓變成什麼 歪樓變成各地 父母官現在開始來佔早餐了 到底吃什麼早餐比較厲害 你看之前 包括有鮭魚之亂的時候 各地的縣市首長也出來說 我們這邊私木魚比較好吃 我們這邊好像是什麼 有什麼魚比較好吃 現在包括黃偉哲又說 貴院的意見不代表本市立場 然後有人在歪樓說 因為市長喜歡吃的是牛肉湯 那還有嘉義市長黃敏惠 他推薦說什麼 我們這邊有煎櫃 還有這個雞肉飯 米糕 四神湯 嘉義市的早餐 潘孟安也跳出來說 早餐要吃爭霸玩家香菜 又是香菜 過去也有一個所謂的香菜之亂 然後你看林又昌也跳出來 陳其邁也跳出來 好像這個司法院的案例 在網路上又變成一個話題 變成歪樓起來 各縣市首長說 到底地方縣市 我們都習慣吃什麼早餐 不要用北部人眼光 或是不要用外地的眼光來看 我們來看看自己的報導 魚骨高湯熬住 肥美食木魚肚撒滿油蔥 熱騰騰鹹就上桌 這是台南人的日常美食 在地人都說上班前 得吃上一碗才有體力 我們來平牙齊的時候 買菜都來這裡吃 吃完一天的貨肉都有啊 下班過來吃個飯再回去 就有什麼這樣子 台南一名管理員阿伯 早上七點鐘剛下大夜班 正準備騎車回家 原本騎回家只要九分鐘 但肚子實在太餓了 為了這碗閒舟 決定要繞路到平牙齊市場 卻在回家路上發生車禍 向勞保值申請植栽 卻被駁回 他是繞了遠路 他走的路徑是偏離了平常的 一個上下班的路徑 但法官看法完全不同 認為勞保值沒有考量 台南在地風情 加上阿伯是年長者 清晨下班吃完 走完也是阿伯的小確幸 時間距離都在合理範圍內 台南人的生活日常 司法院貼文也加入討論 住台中的早餐應該吃炒麵配辣椒醬 還有人說應該吃 郭孝英麵加沙茶 判決案便美食交流 大夜班下班之後 吃早餐是符合一個 這個適當的情形 勞保值不服再打行政訴訟 又敗訴判阿伯獲得行政理賠 判決一出讓網友紛紛讚報 法官很宰爹 難道吃早餐錯了嗎 這才是人生 台南人吃鹹粥 連法官都認同 實在有夠醋鼻 rorает 2 5 4 甚至 5 10 但是 6 4 11